大家好,我是飞飞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本书 书名叫《底层逻辑》 作者是国内人,叫刘润 这本书的封面是在海平面上的冰山 即是我们肉眼看到的冰山 在海平面下面 其实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先是事情的真正 先是事情的本质 在本书的罪言上 作者也有提到 现在坊间有很多的书 就是教大家直接怎么做 但相对上有比较少的书 他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世界运作背后的原理 背后的系统是怎样的 道理就好像是 你直接给一条鱼的人 还是你教他捉鱼的道理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摸清 这个世界背后运作的原理 又或者人类思维底层的逻辑是怎样的 其实无论日后我们遇到什么转变 你也可以套用这个思维方式去看每件事 所以今天介绍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想启发一下大家的思维 没有对错之分 事不宜遲我们立即开始吧 首先作者提到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 都应该要有三种对错观 什么意思呢? 首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哪个对哪个错 例子就是 坏人A 他就骗了一个好人B 进入了一个由C拥有的 一个无所门的工地 之后好人B就失足跌死了 不小心 我想问一下 在这件事上面 究竟哪个不对呢? 一般人听到这个故事 我们很自然都会觉得 那当然是坏人A 不错 因为他就先骗人 骗了好人B 已经不错 所以应该拘捕他去坐牢 这个就是 作者提到的 就是法学家的观念 就是法律 你基于法律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所以你会觉得 应该拘捕A去坐牢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 其实就算我们懲罚了A 但是你对于日后 会不会再发生同类型的悲剧呢? 其实你是一点事都没有做过 这个问题的结构性上 是没有提供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而你去懲罚A 也不能够避免同类型的事件再度发生 好了 这里法学家做不到的事 经济学家就可能做到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话 你就会说 那是施错 你可能会觉得 哇!施很无辜 它纯粹只是工地没有锁门 不用说它错这么夸张 好像很冤枉 那为什么? 如果由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 他会说是施错 就是因为如果用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说 他要施锁门的成本 是远比起教育 华人A 又或者是教育 好人B 去避免同类型的事件再发生的成本 是要低很多 因为他纯粹只是锁门 这个没什么成本可言 所以有时经济学家的观点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政治的决策者的观点 就是最合乎社会的成本效益的角度去解决 例如你立法例就是工地的拥有者 他要锁门 这是他们的角度 用一个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去解决 虽然这个判决的结果看似不是很合理 但这个判决就比较有效果 好了 去到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一种商人的角度 就是做生意的人的角度 做生意的人的角度 他会觉得B错 因为在这件事上 B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 虽然你可能会说 喂 他死了 你还罵他 就罵他 罵他 但是 问题就是 在这件事上 他的损失真是最大的 所以在生意人 商人的角度 就算你在这件事上 你惩罚A或C B是死了就是死了 你永远都不能将他起死回生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商家的角度 在个人利益最大方的角度 B只可以罵自己 就是因为 为什么你要把自己 置身于这样的风险当中 为什么你要被人欺骗呢 再说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会明白些 就是 譬如我们过马路 过马路 你见到绿灯 你会走 但是你过马路的时候 你见到车 车转过来 但是现在你是绿灯 它是红灯 但是你见到 他没有停的迹象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是坚持你的原则 你觉得在法理的角度 你是正确的话 如果你真的这么硬 去继续走的话 你要承担的后果 就是车死你 在这个位置 就是 在法理的角度 你是对的 但是事实就是 你已经死了 其实在这件事上 在这件事上 承受最大损失的人 是你自己 那你就想 那我还是否叫贏了呢 我们广告也有看过 就是 贏了长交 但是输了头交 到头来 其实原来 是我自己的损失最大的话 其实 在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 就是错的人是我 为何我会这么蠢 为何我要这样做 好呢 另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就是 书里面有一张提到 就是 如何防止被人注射式洗脑 什么叫注射式洗脑 这个作者提到的意思 就是 有些朋友问他 为什么我的产品这么好 但是卖不出呢 这个时候 作者就笑而不语了 其实因为这个问题 他已经意识了他的产品 是好的 但是他的这个假设 是不是正确的呢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产品不是那么好呢 但是如果你的人 本身不是想得那么多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很容易 给他带了风向 就是说 你的产品那么好 为什么没有人卖呢 是不是marketing做得不好 又或者是不是其他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 被人问到我们 一些他们已经大有假设性的问题 这个message 就会没有意识地 直入了我们的脑子里面 当你想直入一个观念 去那个人的脑子的时候 只要你在这个观念之前 加上 为什么 这三个字 其实你就很自然 将这个观念 直入了在个人的脑子里面 如果有一天 你的同事在公司跟你说 喂 啵啵 为什么老板会针对你 然后你就可能会想 蛤 死了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觉得 为什么老板会针对我 所以大家 看不看到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同事 他想直入一个观念 就是老板针对我 这个观念 去我的脑子里面 只要他在这个观念前面 加上 为什么 为什么老板要针对你 这个观念 很自然 就已经直入了 我的脑子里面 所以这里 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很小心 就是 当有个人 问你问题 又或者你和人沟通的时候 对方有没有 有意识 又或者没有意识地 去将他自己 已经有的一些假设 去将这个观念 灌输在你的脑子里面 这个我们就要非常小心 我们常常说 一个人说的东西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 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 这是一个主观观点 但是再细分的话 作者就觉得 我们人说的东西 其实可以分为四种 就是刚刚提到的 事实 观点 立场 和信仰 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说 今天的天气 今天是20度 今天是20度 这个是事实 但是如果我说 今天20度很热 很热 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有些人可以觉得 20度很热 但总有一些人觉得 20度很冷 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而观点 亦可以说是没有对错之分 因为你有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立场 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很简单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你会有不同的立场 和其他人 就是譬如 你在公司 不同department 譬如你是做marketing 人家是做account department 如果你要花钱 你觉得这笔钱是值得的 但可能在finance那边 他就觉得 这笔钱不值得 所以这个很明显 就是因为你的立场不同 而导致你的观点 也会有所不同 而立场之上 再进一步 就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信仰 不一定是宗教的那种信仰 宗教可以是一种 但是信仰的意思 就是 譬如说 有些人 他的信仰就是 我信 那些东西 那些产品 是一分钱 一分货 贵一点 应该是会好一点的 那这个 都是你自己的信仰 而你的信仰 就会影响到你的立场 和你的观点 而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 我们应该时刻去反省 究竟我现在说的事情 究竟是纯粹因为我的信仰 因为我的立场 还是真的事实是这样 当然 如果你再烧坏脑 再进一步想 其实你看到的事实 也未必是事实 因为你所知道的事实 是无可能知道全部的 就正如 如果一条鱼 它混在鱼缸里面 其实它所看到的世界 和你所看到的世界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你以为的事实 又是否真的事实 这个也值得我们想想 最后 最后 当我们看透了社会 又或者人的本质 又或者事件的本质 作者就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 普通人 我们就会去嘗試改变结果 但是如果你可以去看到 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 又或者是 再推翻最后一步 就是 这个系统 是导致所有事情发生的话 如果你是最聪明的人 其实你是会直接去改变系统 而不是纯粹去改变结果 也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 我们经常看新闻 说现在经济如何 其实 你看到的 只不过是一个结果 但是 普通人 就是不断去追逐这些新闻 追逐这些 time sensitive的资讯 但是 你永远没有办法 去了解究竟 经济 又或者是 股市 背后的 运作模式 是怎样的 经济周期是怎样的 为什么今天的股价会升 为什么今天的股价会跌 你只能看到结果 但是 你看不到原因 又或者是 你看不到原因 背后的那个系统 去导致这个原因 背后的系统的意思 可能就是 你整个货币的一个系统 政策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 运作模式 这个系统 这个就是 作者尝试 去透过这本书 去解释给大家 究竟我们 你怎样才可以 去看到 那个事的本质 就是 不仅是给你 是教你去捉鱼 令到你之后 看每件事 都可以看到 海平面下面 更深层次的冰山 今天介绍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另外一条影片 就是说 一个研究显示 只有10%人有的成功技能 是什么呢 连续放在影片里面 我是Bebe 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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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